我要嚴肅的說明一件事情 任何民意機關 如果在任內 對自己有任何的擴權 人民都不會接受的 擴權包括增加自己的權力 增加自己的待遇 延長自己的任期 或是保障自己的權利 這個在當初 人民投下這一票的時候 是沒有授權的 所以在任內做相關擴權的動作 人民都會覺得這應該都是 將來在檢驗每一位民意代表 基本的條件 所以我是很審慎的希望 民意代表在這個過程當中 能夠謹守奮計 那麼現行的法律 就是現在選民跟代表之間的契約 契約不容破壞 實際上針對於國民黨所提案 要求選霸法的部分 週三即將展開公聽會 而週四的部分 則是在內政委員會部分 來進行討論 國民黨也希望 在這個會期前 將這個選霸法的部分 直接送出委員會 不過當然引發了外界的這個質疑 不過實際上 行選長卓榮泰就表示了 當初人民把選票投給你的時候 並沒有授權這樣的部分 如果明代試圖用這樣的方式 來拓展自己的職權的話 也成為民意檢視標準 以上是在立法院最新 三次一 立法院 請教練